看一下BMI這一題 所以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單元 你們找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不要我把那個BMI計算 這個其實是從Google上面得到的 我直接把它截圖過來 然後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input 兩個input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就是BMI 它的那個身高輸入的時候是公分 那計算的時候一定要是公尺 所以要除以100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那底下的話這我大概寫出來的程式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逐一來看 第一個就是 我就兩個輸入 那兩個輸入的話 第一個就一個W W就是也許是體重 weight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input 請輸入體重 OK 然後外面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是包一個int 不過我講過 因為這邊可能會有小數點 有沒有 體重有的人很care 多少點點點點點5等等的 那所以如果有小數點的可能性的話 那你就用Floze 那如果沒有 那你就要int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身高 身高我前面用一個H的變數來接好了 然後它也是用Floze 請輸入身高 不過請記得 Floze完之後 後面請記得一定要除以100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BMI的單位 身高是用公尺 當成單位 所以如果你沒有除以100的話 那到時候會有問題 那你想說除以100哪裡除比較好 其實你放這邊 下面其實你也可以再除 在公式裡面除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好像放這邊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你當作BMI公式裡面再除以100 有時候反而還要注意那個先加減後乘 或者是公式也是可以的 我習慣是在這邊把它除以100 那接下來做什麼 有W體重 有H的 有身高 而且是公尺 再來的話就計算了 BMI BMI的公式 這個網路上面是講說是什麼 BMI等於W 所以這個W 除以身高就H 對不對 H的平方 H平方還記得平方怎麼寫嗎 H有沒有 平方2嘛 2 兩四方記得 就是乘乘有沒有 乘 乘乘2 有沒有 那就是我們要的那個平方 好的計算 所以我在這個後面 就是BMI等於什麼 W除以 H乘乘2就是平方 OK 那就得到BMI了 就大概這樣而已 那我有BMI之後的話 剩下 底下就邏輯判斷 然後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的BMI在哪個Range 所以呢 我根據什麼 根據這裡面 如果它IF BMI如果小於18.5的話 那我就什麼 它就是體重過輕 再來的話呢 那LIF 那就是什麼 正常 就這個範圍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範圍就過 重 輕度肥胖 然後中 再來就是什麼 重度肥胖 重度肥胖 其實這個跟 剛剛我們寫那個LIF很像 你把它套用上去 其實基本上 如果沒有套用錯誤的話 寫出來是類似像這樣 不過我還是要先什麼 先把BMI的結果先print print BMI 但是因為我要把BMI 前面加個BMI冒號 BMI你的BMI多少 那所以我在後面加的時候 我就轉型 記得這個上禮拜講過 轉 因為它計算完一定是浮點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是沒有辦法 跟前面的字串串接的 因為兩邊一定要都文字 再來邏輯 邏輯的話就if BMI小於18.5 那就評語過輕 再來就是標準 有沒有 其實這後面都一樣 我是直接打一個之後的話 貼改貼改 還是改一下 再來就剩下 else就是重度肥胖 所以你會發現 做多重邏輯判斷 基本上很多都是 就是直接打頭打尾 然後再來中間加上去 其實很快就做出來了 那剩下來就怎麼樣 執勤一下 把這個執勤 體重的話 比如65 身高的話 175.5 大概是這樣 Enter 各位可以看到 那BMI的話 就會是多少 21點 不過會有個問題 我如果希望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有沒有 它現在還沒有 怎麼做 另外的話 評語是沒有問題 就是評語它會跳到 18 這個 0.5到20 只有標準 OK 那 待會的話 可能還沒完成 第一個問題 是 我如果要怎麼樣 在這邊 做四捨五路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該怎麼做 這正常考試題 蠻常考 就是我就是要四捨五路 怎麼做 而且 這邊它 它 好像 通常會叫你用什麼 用那個format format 就格式化 所謂的格式化 就跟Excel裡面 Excel裡面不是用什麼 小數點位數嗎 有沒有 增加跟減少 有沒有 那那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 它只是表面上 讓你看到 以為 它那個 資料也變小 有點第二位 但實際上 存在Excel裡面 其實根本沒有變 那是要格式化 格式化 在Python的話 如果要做出同樣的效果 怎麼做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BMI前面 跟後面 加這個 符號 就我們上個禮拜的 我希望 因為我如果輸出 希望前後加雙引號 表示說BMI 是多少 加這個兩個符號 怎麼加上去 就我剛剛講的 一定要拖曳資源 如果沒有拖曳資源 這邊是做不出來的 再來 第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 取曉曉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加雙引號 第三個問題就是 欸 你們發現有沒有 我這邊都打 平與貿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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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題來了 其實這樣程式 是沒有錯啦 可是以我個人的習慣 我只要看到那個 程式裡面 一直重複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一定要把它弄掉 不然看的 真的就是會有點不舒服 不過啦 當然如果你不是那種人 反正可以啦 過了就好了 也是OK啦 就是說我個人習慣是 我不會就會想 平與貿號可不可以變成 只寫一次 那 之後呢就 不要一直有平與貿號這個東西 在這裡面一直重複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不過這個地方其實 怎麼講 就有點像比較龜毛的需求啦 那如果你不是那種 你其實這樣也是可以寫的出來 OK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步先把那個 DMI的部分 先做出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有沒有辦法把 剛剛我講的這三個問題 把它 再做出我要的結果 那待會有個比較重要 會用到的一個函數 就叫做Format 那這個Format的函數 非常重要 為什麼? 證照考試裡面 如果你不會懂得Format這個函數的應用的話 那 你 應該 很難 通得過這個考 因為Format 太多地方會用到 它就等同是在Excel裡面的那個格式化 至於要怎麼用 待會我們再來看